感谢天父 哈利路亚 我想讲一下 这个平衡恩典和律法 教导孩子更重要 你们的孩子非常大的改变 非常好 我很欣赏 我很欣赏你们 当我听的时候 我听到一点 他们都是惧怕 所以不敢犯罪 这个是一种动力 但圣经里面最大的动力 不是惧怕 最大的动力是这样 神这样爱我们 我们是这么 我们是这么重要 宝贵 神看中我们 神看中我们 爱我们 我们的生命可以大大的发挥 我们爱神 神就发挥我们的生命 这样的话 他们对自己更有信心 我是宝贵的 我的生命很大的 发挥 我想讲一讲 这个世界基本上是 在律法的推动之下 你们小的时候 父母这样说 你要怪 你不怪 我就不给你食物 你不怪 我就打你 就是惩罚 惩罚的时候 其实你会赠从 但赠从的时候 你不去享受 圣经说 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 知道祂是美善 投靠的人有福了 这是 神是美善的 神是美好的 神看中我们的 你在这种状态 就更有喜乐 也更有信心 神必定供应 神必定祝福 神必定安排 所有都会安排 配合 这个是神的安排 因为神 圣经说什么 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 神为爱的人所预备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祂为我们每一个都预备 美好的事情 尤其是爱祂的人 神已经将 西篇一百三十九篇十六节 讲到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度于日 你都写在你的册上 神已经写在册上了 天上了 但谁能够进入这个计划呢 罗马书 书二章一至二节 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心意更新而变化 就能够察验神的善良 存全可喜悦的旨意 这个旨意已经为我们预备了 我们将身体献上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心意更新而变化 就能够进入 但首先是神预备 是神的恩典 神预备最美好的 很重要一个教导是什么呢 讨神的喜悦是不难的 我希望你放在记忆里 也在听这个教导 很多人觉得很难 我要对付罪 这个的确是要对付 要对付 但如果是永远都要 要要要 这样的话 就是一种责任 有一天他们离开这里 长大了 离开这里 他们有些时候 总是要做做做做做 就会觉得 现在我自由了 不在学校了 有些时候不听话 也不太要紧了 他就不会有很大的动力 但如果他们相信 神很看重我 我的生命很宝贵 我有四个动力 四点 第一 神充满爱 神充满能力 所有权柄在他手中 这个历代记上 二十九章十一到十二节 讲到这个 所有一切 大能 全圣 都属于耶和华 他能 使人 能 有能力 有机会 所有一切都来自神 我们爱神 神就能够进入这个计划了 神为我们预备很大的恩典 所以首先神给我们这个恩典 神也给我们很多应许 很多应许的 你留意 八福 首先应许我们 我们怎样 忧伤 为罪忧伤 神就 安慰我们 我们怎样 使人 和睦的 称为神的儿子 这是我们 尊重圣神 必定祝福 讨神的喜悦是不拿 为什么呢 刚才我说这个动力 第一 神充满爱 充满能力 第二 他很看重我们 我们每一个都很宝贵 第三 信靠神 尊重神 侍奉神 必定蒙福 必定蒙福 你们参与在这个世风 投入爱主 爱孩子 神必定喜悦 神必定祝福 第四 犯罪 没有尊重神 懒惰 不处理生命 必有破坏性 任何一样 都有破坏性 有些少一样罪 可以破坏你的生命 大部分 例如 如果我们随意发露 如果我随意发露 我一样罪 可以破坏我所有的世风 这个破坏很大 第四点 动力 第一 神充满爱和大能 第二 神很爱我们 看重我们 第三 信静神 尊重神 侍奉神 必定蒙福 第四 懒惰犯罪 不借果子 必有破坏性 所以这样的话 你要不要尊重神 神就喜悦 神就提升你的生命 成为伟大的人 我们不许每个都 变为传道人 不许每个都是传道人 有些将来 他们可能做老师 可能做其他的实业 但无论他做什么 他都荣耀神 都被神使用 所以第一点 这个动力 我有永远的动力 我已经72岁 我不想停止 我不想停止 神也不能给我 不同的教导 给我力量 给我动力 给我声音 都是神吃的 我们爱神 神就吃各样的 能力 动力 预备 机会 所有都供应 需要的钱 也供应 这是的 好了 为什么我说 讨神的喜悦不难呢 圣经说 一个罪人悔改 天上都为他换喜了 是不是单单去出信耶稣的人呢 不是 任何人 任何基督徒 任何无需传道 悔改 耶稣啊 我得罪你了 神也很喜悦 整个天堂也喜悦 第一 第二 我们听见神 神就马上回应了 藏在他里面 他就必定回应 必定藏在我们里面 也必定产生果子 你们就要借出果子 这是这个 神必定做功 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他里面 这人就多借果子 所以他必定回应的 所以我们任何时间 再没走 我知道神必定喜悦 罪人悔改 他喜悦 爱神 亲近神 他喜悦 爱神 神就为我们预备 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未曾想到的恩典 他必定回应 然后坐着人身上 一杯凉水 也不能不得赏赐 耶稣说什么呢 任何你做 为孩子做的 神都喜悦 为孩子做 是祝福他的 他都喜悦 所以你鼓励他 他都喜悦 你安慰他 他都喜悦 当孩子分享的时候 我都是对他们微笑的 我现在也对你们微笑 这个也是做在你们身上 你们也想象 我也享受 因为神真美好 所以我们做什么小事 一杯凉水 神不是说 你要帮助他 怎样成为伟大的人 就是一杯凉水都纪念 当你帮助他 成为伟大的人 他更喜悦 所以我们为神做了 我们可以整天很开心 感谢主啊 我为神做了 这些事情 不是我伟大 是神伟大 我做什么事情 神都喜悦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开心 这个不是骄傲 不是说我很伟大 我们所做的 以赛书说什么呢 我们的义都好像 误会的衣服 我们都有不耐烦 都有不应该发脾气的 发脾气 说不应该说的话 都是犯罪 所以我们的好行为 都有罪 祷告也会有些手 没有信心 也许有罪 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说 我做的不是完美 但你 我求你赦免我 神就喜悦 神就祝福 这个经文 马太福音10章 41到42节 所说的很重要 说什么呢 你借贷献剧 你看到献剧 你借贷他 必得献剧 所得的赏赐 你不去献剧 也可以得他的赏赐 你找不到献剧 你找到一个义人 你借贷一人 也必得到他的赏赐 然后你找不到义人 你找到一个小子 你也不能做大事 你就是给他一杯凉水 都不能不得赏赐 所以耶稣是说 你坐在伟大人身上 你就得到他伟大的祝福 但不是伟大人 小子 也不能不得赏赐 这是告诉我们 我们为神做的 每一件小事 神都喜悦 所以讨神的喜悦不难 当然我们有罪 马上要处理 不是说 我做了这好事 我就可以骂人了 我就可以打人了 打人了 我就可以犯罪了 不是 任何罪都有破坏性 如果我失奉 但同时我发脾气 同时我对我的太太不好 我就破坏我的师父 所以我对我的太太很好 我常常与她沟通 常常说美好的话 我看到人 看到你们 我都是祝福 看到孩子 我都是喜欢 我都是想祝福 我看到你 我就想帮助你 弹琴 怎样弹得更好 这个就是 见到人 就帮助 就祝福 也有耐性 虽然你说很难学 不要紧 继续练习就可以了 就是不要说 你学不到 你没有用 不用 不需要这样的 越这样说 她越没有动力 她越受伤 所以我就说 你进步 你现在进步 你继续努力 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我们有罪就处理 有什么罪 想骂人 想发怒 马上说 这个有破坏性 我就处理了 马上处理 神就很喜悦 然后我为神 做什么小事 做在小孩子身上 神都喜悦 做在其他老师身上 他都喜悦 信靠神 他都喜悦 这样的话 你就蛮有信心 你就说 我所做的明天 神都喜悦 哈哈哈哈 感谢天父神 就喜悦了 这样你整天 你整天都可以 喜乐 很难受奉 是很有压力的 啊 很难啊 很长的路啊 孩子不听话啊 啊 什么困难啊 这样的话 就很辛苦了 帮助孩子很难啊 啊 很辛苦啊 很多人受奉 都很辛苦的 但耶稣说什么 我的恶 是 他不是 是不是说 我的恶是困难的 我的恶是容易的 我的担子是精神的 因为我与你同在 我帮助你 我赐给你力量 我赐给你恩赐 你听见神 神就赐给你恩赐 你常常眼望神 神就给你恩赐 所以我们做什么 尊重神的地方 我们就可以很开心 感谢天父 今天我鼓励他们 他们也很大的改变 所以孩子回来的时候 你就告诉他们 我听到你们的分享 我很欣赏 我很开心啊 你们做得很好啊 你要成为伟大的人啊 这样的话 他里面充满这种信心 讨神的喜悦是不难的 而且西方亚书上 将十七节 他以你欢心喜乐 默然爱你 且以你喜乐而欢呼 神会为你喜乐而欢呼 有没有人见到你欢呼啊 有没有见到你 就很开心就欢呼了 在世界上有没有啊 没有 很少是不是 但孩子会 孩子会 但全能的神 见到我们会喜乐而欢呼 尤其是当我们爱神 因为我们爱神 神就为我们预备 眼睛未尘看见的恩典 所以他必定喜悦 很开心 他就在笑 所以我们就可以告诉自己 我今天坐在孩子身上 神就很喜欢了 神就开心 我们就没有中担 我们就喜乐 事奉喜乐 事奉喜乐跟事奉有压力 是很大分别的 有些人说 这是不是我的路啊 很困难啊 就很大的压力 但如果你说 我坐在主的身上 坐在小子身上 神就喜悦 我就可以祝福很多人 神也喜悦 提升我的生命 我就进入更高度的层次 我有什么罪就处理 因为什么罪都破坏生命 我用一个例子 如果我内心有不耐烦 如果我内心有不耐烦 我的态度就跟现在不同了 是不是 我现在你有没有觉得 我很轻松很开心 但如果 你们要改变 你们要改变 你们要听话 你们要看 又不是 你很大的重大 但我是很轻松 为什么 我知道神会做功 我也知道神必定喜悦 我看到神所做的 我觉得很奇妙 神使用你们的老 去做伟大的事情 神使用你们 做伟大的事情 神很喜悦 所以你们每一个配合 都是神喜悦的 神就提升 但我们犯任何罪 必有破坏性 如果我来到这里 不耐烦 我对老师说 快快走啦 我没有耐心 这次孩子不听话 这样的话 就破坏 我的师父 是不是 这个破坏 如果我用一百分 如果我的师父 本来是一百分的 如果我一气发露 这个不会变为九十分 会变为三十分 或者是十分 或者是零分 为什么呢 当你们对我 失去信心 觉得恋母戏 恋母戏你还是 太不耐烦了 我们不想你再来了 我的师父就破坏 是不是 神给我们的机会 就破坏了 所以任何的罪 都有破坏性 但我不是用这种 压力的方法处理 我是说 神给我的恩典很大 祂的计划很大 我要进入这个计划 我听话 听神的话 就进入这个计划 我不要任何罪 破坏神的计划 我不要任何负面的想法 任何的挂虑 任何烦恼 为儿女烦恼 为婚姻烦恼 为工作烦恼 为健康烦恼 也就是说 你的烦恼 不能令你长寿一点 没有用的 所以这些烦恼也是罪 因为烦不是出于信心 就是罪 没有信心就是罪 所以我们就说 我尊重神 神必定喜悦 神必定祝福 神必定为我开路 这样的话 我们就有力量了 我们就处理所有的罪 你的生命就不会被魔鬼 偷窃 杀害 委坏 如果我随意发露 神就偷窃我的师父 偷窃神在我生命中的 奇妙计划 所以你想一想 你生命中有没有怒气 烦恼 不耐烦 有轻看某些人 觉得很困难 这些都是有破坏性的 然后我相信 我做什么好事 尊重神 神都喜悦 什么罪我都处理 神给我这个得胜五不取 你也可以教导孩子的 这本书 他有 其实我可以传给你们这个书 这个得胜五不取 神赐给我的 感谢主 他有五不 第一 我留意到 我有罪 或者是负面想法 或者是负面情绪 第二 这个罪必有破坏性 我相信 第三 圣经教导我做什么 第四 祷告求神圣免 求神给我力量 第五 我选择 圣服 请你再说一次 第一 留意 留意到 这个罪 负面想法 第二 破坏性 第三 圣经说什么 第四 祷告 第四 选择 第五 选择 第五 例如我有罪 有负面的想法 我马上说 这个负面想法会破坏我的生命 我就选择 祝福 这个人不耐烦 说话不好 有人说话不好 有人对你说话不好 我们自然反应是 发怒 但我选择 不被他影响 这是他的问题 接受 罪人会继续犯罪 得罪人 你认识的罪人 是不是继续 得罪人 他们不能停止犯罪 影响 伤害人 是不是 这个是罪人的特色 所以他有罪 我是不是要将这个罪 背在我身上呢 不需要 他有罪是他的问题 我不需要背负这个罪的重担 我可以平稳安静 我的心平稳安静 好想断过奶的孩子 在他母亲的怀中 我的心平稳安静 我们可以平稳安静 好了好了 我尽量处理 我会 听你的意见 我会尽量处理的 我们就游和谦卑了 这个就是处理 刻意地处理 任何的负面的想法 很多父母 为什么孩子 不听他们话 因为他们说话 都是这样 你没有用啊 你要犯错了 你考虚不好啊 你真没有用啊 这些话 这些是律法的话 他就会失望 但我们可以说什么 你就很宝贵的 很重要的 所有孩子来到你都告诉他 你很宝贵 很重要 神要大大祝福你 他可能不会马上上信 你就可以用其他孩子 其实让其他孩子 多做见证 告诉他 他以前我是怎么样啊 后来我改变 耶稣改变我了 就鼓励他 然后告诉他 你听神的话 神就祝福你了 你的生命就提升了 神就会大大使用你 用恩典推动他 而且告诉他 你真容神 神就喜悦 所以讨神的喜悦是不难 你做 每天你可以赞美酒 心里赞美酒 哈利路亚 感谢天父 神就喜悦 神就祝福了 每天你帮助人 善待你的同学 神就喜悦了 神就祝福你了 这样的话 我们做什么事情都开心了 是不是 有罪就马上处理 有负面想法就马上处理 我再总括一下 我章才讲的几点 第一最重要 平衡恩典和律法 恩典推动为主 律法有提醒 但律法不是主要的 推动力 为什么呢 恩典推动 我是宝贵 我是重要 神要大大使用我 我的生命会极高地提升 他们看到自己的生命的宝贵 神看中它 就更有动力 这个律法的动力是 我不要犯罪 犯罪神就打我了 犯罪就不好了 这种动力是一种负面的动力 如果基督徒 如果这个牧师 不要传道 不传道 神就惩罚我了 这样的话 祂是整天在这种惩罚 都是这种负面的推动力的话 它里面就装满这些惧怕 但我们装满神的喜乐 所以我们要靠主喜乐 耶稣也说 我的恶是荣誉 我的当主是精选 轻轻松松 所以恩典为主 我的推动力是恩典 但我也有律法 在我里面 告诉我犯罪必有破坏性 所以我不要犯罪 但我不是每天说 我不敢犯罪 神就惩罚我 不是这样 我是很喜悦神的 神有很多恩典 我也喜悦祂给我的计划 我就尊重神 我是很自然的 轻轻松松 享受神的跟从神 这种动力 不是好像被鞭打的动力 这个平衡恩典和律法 第二点 讨神的喜悦不难 任何我们为神做的 神都喜悦 但同时我们知道 犯罪必有破坏性 所以不要说 我给了一杯凉水 我就可以犯罪 不可以 因为犯罪就破坏 就是你做了很多好事 但犯罪也会破坏 所以我们就处理 生命处理罪 但犯了罪 不要继续内疚 犯了罪 我就说 神啊 救你赦免我 我得罪你了 神就喜悦 就马上赦免我们 马上喜悦我们 然后再有四点的动力 第一 神是充满爱和能力 第二 神很爱我们 看重我们 第三 亲近神 尊重神 侍奉神 必定蒙福 第四 犯罪 不尊重神 不侍奉神 必定有破坏性 最坏的破坏性 是去救恩 所以 所以我有永远的动力 我会侍奉到 我死之前一分钟 有人来 我还是说 耶稣祝福你 我为你祷告好不好 我会有一种心态 就是 任何时间 都去祝福人 因为 别人祝福 蒙福 我也蒙福 这样 轻松 喜乐的状态 每一天 赞美主 很多很多次 常常说 我赞美主 神就喜悦 这样的话 我也开心 哈利路亚 我整天都是这样的状态 感谢天父 哈哈哈哈 感谢天父 哈利路亚 我不一定说出来 但我会 就是心里会 有这种意念 有些人想 你看我坐下来 我就会哼歌 哈利路亚 赞美耶稣 哈利路亚 这样就很轻松 轻松地爱主 轻松地跟从神 轻松地尊从神 照导孩子的时候 也是告诉他们 你是很宝贵 很重要的 你的生命会大大发挥 你也发觉 他们有什么恩赐 有些人有什么恩赐 你就告诉他 然后他怎样发挥 他们可以怎样分享 在这里 有新来人 他们就分享 常常给他们机会分享 也不但分享 他们以前 去分享 他们现在的改变 他们习惯分享 有些人也会分享 神经文 看了这个经文 有什么帮助了 就分享 而且经文中 多讲神的恩典 这个经文 神应许怎样 看中我们 为神做的一切 所以我们做的时候 可以很开心 每个经文 都可以找到这些的 都可以找到恩典 有些手明显看到 有些手背后看到这个恩典 神是给我们奉胜 奉胜生命的 非常奉胜的生命的 我们跟从神 爱神就进入这个奉胜的生命 但如果犯罪 魔鬼就偷窃杀害 毁坏 好的 我刚才 还有一些很重要 我简单讲一讲 就是 如果你里面有些负面想法 负面情绪 有些情绪不好 虽然帮助学生 不快心 家庭困难 被人骂 里面就有这种控告 我就鼓励你 垃圾不要吃 多吃神的恩典 和人的好的地方 有人对你好 你就思想 放在记忆里 不好的东西 我们就处理 但不要继续地思想 人的不好 自己的不好 想了整天处理 就放手了 不要 但很多人是整天 都想这些不好的东西 想多一些神的恩典 神在帮助我 神看着我 神知道我所做的 神必定纪念我 必定祝福我 这种心态 你就释放很轻松 很开心 好不好啊 明白吗 有没有提问 有没有地方你不明白的 有没有觉得很难 其实是很容易的 我也鼓励人 鼓励人 些少进步就说 神就喜悦 我也开心 这个税吏来到圣殿 祷告 求神开恩 可怜他 他是不是已经改变 他的生命了 他的生命有没有改变 其实没有 他就是说 神啊 我去得罪你了 还没有开始改变 这是他有悔改的心 是不是 但他的行动 还没有改变 但神 已经称他为义 神已经喜悦他 所以 在一条路上 追求更爱主 更处理生命 提升生命 一步一步的提升生命 在一条路上 不要说 我要得到那个程度 我就开心 每一步进步就开心 你听到我的教导 如果你放在记忆里 你将来的教导 就很有能力 说话就很有 很有喜乐 很有力量 学生听到 都会很开心 而且 这个声音 也是需要练习的 你听我说话 声音是不是很 平稳 也很有力量 是不是 这个是需要超练的 我现在简单解释一下 因为我 我学弹琴 也学唱歌 这个你可以超练的 这个声音是 公民的声音 公民的声音 怎么超练呢 就好像 打哈欠 这种声音 这种声音就 有力量 力量从这里来 这样的话 你说话的时候 有力量 哈利路亚 感谢天父 也有感情 唱歌的声音 也有感情 有没有留意我的声音 不停地改变 听听 留意听 哈利路亚 你听这个气 这个力量 冲上去 等于练了 打哈欠 然后这个气冲上去 这些我 没有开 没有开 但你冲上去 哈 哈 哈 每一天就有练习 去里面打开 哈 韩神打哈欠 里面打开 你看看我的 这个 丢中 叫什么 这个里面的小东西 你看一看 你站起来 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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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 看我 有没有看到 我提升这个后面 小水桶 小水桶 有没有看到 你唱的小 就 有没有看到 提升 你唱的小 就提升 这气冲上去 这个声音就很不同了 每一方面 我都学习 我都练习 我都操练 我都使用 我气上不来 唱不气 每天练习 冲上去 这个气冲上去 里面打开 抱 抱 冲上去 抱 放 就好像 就是轻松的 好像这样 慢慢 打哈欠 每一方面都提升 轻轻松松 享受神 神就喜悦 生命就发挥 每一方面都学习 这样你的生命就提升了 但起码你 用这个力 在 不是这里 这里放松 上面用力 哈利路亚 你听我唱歌的时候 是游和的 哈利路亚 你有没有听到 刘一听 不要唱 哈利路亚 有没有听到 很游的感觉 有些人唱歌是这样 哈利路亚 这个是太 很硬了 哈利路亚 这个也是 哈利路亚 我们 就是每一方面都说 在神的恩典中 我靠着神就进步了 你们有没有提问呢 有没有觉得困难的地方 就觉得带孩子挺困难的 哈利路亚 觉得孩子 其实感电很大了 觉得要求很高 很完美 是谁要求很高 是什么要求很高 是你要求很高 还是谁要求很高 可能是我们自己 对孩子的那个要求 哦 感觉他还是没变好 好的 老是找麻烦 好的 我会这样说的 这样鼓励孩子 都是说 就是都想 不用说 他都能意识到 但是不要说了 才去 是的 你其实可以 用我刚才用的方法 所说的方法 你就是更多 对他们说 你是很宝贵的 你叫他跟你说 我是很宝贵的 我是很重要的 将来可以成为伟大的人 你想不想成为伟大的人呢 想 好了 那伟大的人 会不会发挥生命啊 伟大的人 会不会处理生命啊 说反话 他都 会不会处理这些 路器啊 玩手机啊 伟大的人 会不会浪费时间啊 伟大的人 会不会爱人啊 还是骂人啊 这样的 你要不要成为伟大的人 当他们相信 我可以成为伟大的人 他的生命就可以改变 但如果但是说 惩罚 我不要惩罚 的话 但的确神会惩罚 但如果但是惧怕惩罚的话 就是一种负面的动力 这个人就常常在惧怕之中 如果常常说 我犯罪神就惩罚了 就常常在惧怕之中 不会享受的 不会享受神的 我是享受神的 我是享受福祉 我想问你一下 你听我这样说话 你会不会更有动力去 侍奉神啊 尊重神啊 会不会啊 因为这个是恩典啊 原来你的生命是这么宝贵 你相信吗 你相信吗 可以大大的提升的 所以你相信这一点 你每天告诉自己 我的生命很宝贵 我越爱神 我的生命越提升 神必定喜悦 你就会发挥 然后我就不要 让它负面影响 孩子不听话 不需要发怒 不需要发怒 孩子一发怒了 孩子都没反应 自己都受伤 但你看着他 孩子啊 你觉得耶稣 喜欢你吗 爱你吗 你想不想 耶稣喜欢你 就这样祝福 你这样一些经文 告诉他们 让他们放在记忆里 神为爱的人 所预备去眼镜 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原先未曾想到的 先求他的国 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 都要赶给你们 神会这样 最好的赐给你 诗篇九十一篇 也讲到 因为他专心爱我 神就要将他 放在高处 要他成为尊贵 你要不要成为 尊贵的人 这个 神已经将你的生命 写在侧上 你想不想 让他们相信 他们的生命 是很宝贵 常常宣告 我的生命是很宝贵的 我听神的话 我的生命就变得 越来越宝贵 越来越重要 是的 特别是我们 带你孩子 懂经的时候 这种感觉 就是我们要求的 那种感觉 达不到我们心中 想要的那种气氛 孩子们老是 都经都不想出声 你说你不想出声 还是他们不想出声 他们不出声 就比如说就这样 有好神啊 你是我的宝贵 就是这样 好的 你可以这样 这样与他沟通的 你说 这个是学习方面 学习方面是这样的 第一种学习 但是听老师讲 第二种学习 听了之后 自己讲一次 第三个程度 你听了之后 然后你教导别人 学习有不同的层次 有些人但是听 学的 学不到 很多 但他们再讲一次 讲的时候 就进入他的脑部 他就更放在记忆里 他就更明白了 然后他教导别人 就学了更多 是不是 同样 当孩子都能够将圣经读出来 大声读出来 放在记忆里 他们就能够 背诵很多的经文 放在记忆里 你的生命就变为宝贵 就大大被神启用 常常用神的恩典 神就喜欢你了 当神喜悦你 当我们以耶和尔为乐 神就将我们心里所求的赐给我们 当我们以耶和尔为乐 他就将我们成价地的高处 成为尊贵伟大的人 我有一些材料 我可以给你一份 你可以看 里面有很多重要的经文 还有没有什么提问呢 我刚才有没有回答你的提问 这是让他们知道 他们大声读出来 就更容易背诵 更容易放在心里 我这样你的话 常在心里 叫我不去得罪你 就是常常这样神的话语 放在心里 越讲出来 越就有放在心里了 不过我们还没有要求 我还能背经文 这个有些经句 有些非常美好的经句 可以背诵 也非常好 因为这样的话 他们就放在记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者 杜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